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多货面化 大到之前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CROFT频道 目前的位置 比特币以待访 还能追空吗 还是当前位置 有反乱迹象 有机会能买入呢 好 我们就来讨论的话题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请你点击我们影片 下面接下我们社群 一些比较关键的分析 一些补充 都在里面 非常重要 好 这里有discord 有电报 好 都是免费的 那目前我们discord 是刚进没多久 还非常详细 不管你是要跟单 还是要学习档案 都非常多 非常详细 好 目前也在空单 旧当中 人在获利的 好 所以目前如果你 还是还没加入 社群的朋友 想加入怎么加 好 点击第三类 就可以加入了 这边免费4.5 就加入 好 那近期来讲 有其他服务 像我们这边有 其他指标服务 或是一些自动跟单的服务 后续都提供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K 敬请期待 那么代购 回来当前位置 当前排名怎么解读 目前我们 当前位置 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看空的 跌破后 急跌后 延续是一个下跌的 一个旗行 看一下这个大级别 8小时图 8小时图 它是有一条曲线 曲线 和这样的一个 前提价格 2407百 都被有效灌破了 所以一旦被灌破 这边它就是一个 毫无疑问 变得骗空的走势 持续上空 这边它是一个 跌破前提 跌破曲线 非常强势 所以目前也是在处理一个 空难使用 继续做空 所以当前做空的位置 价格去下跌 那怎么去评估 看一下 其他这个形态 也是非常弱势的 就看 我们这边是一轮 非常快速击跌 击跌后呢 持续构成一个 高点逐步降低 这个调整结构 调整结构 通常击跌后 正常调整 它是一个 微幅反弹向上 延续吧 这里它并不是 它并不是 它击跌后 继续向下调整 就非常弱 后续价格很有可能 更近一步的下跌 这有机会的 好 所以不可以去忽视 这样的可能性 好 所以我们讲一下 之前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像我们举例 举之前案例 像之前在一个 牛市中 上涨非常强势的阶段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很多案例 像是哪里 我们看一下 像是之前的一些位置 这些位置 我们看一下 好 没错 急拉后 看 一轮 快速拉伸 拉伸后 还在低点抬高 抬高 抬高 对不对 我画的 清楚点好了 看 还在抬高吗 低点 人在抬高 它走调整结构 一样是一个买盘 增强情况 后续呢 直接拉伸 对不对 拉伸 直接拉上去 再看这边一样 拉伸后 持续低点抬高 然后做一个 向上倾斜的一个旗行 后续呢 继续暴涨 所以 我要比较什么 我要比较说 一轮 强势上涨 通常 它会走一个 慢慢缓慢的一个调整 然后再拉伸 对不对 但是没有 它走的是什么 它走的是一个 拉伸后呢 持续向上调整 后续大概率 还会再涨啊 还会再涨 通常下跌呢 一样 下跌通常是走一个 微幅向上倾斜的一个反弹 再延续 但是如果是被强势下跌 强势下跌 一笔几跌 几跌后 向下调整 然后 再下破 做延续 这就是差别啊 这是我们趋势强弱的差别 调整结构的一个形式 会决定我们这个趋势 是它一个强弱和它延续性的一个情况 的一个延续性 我们看一下把这边删除 回到当前位置啊 当前排名位置 看 目前的位置的话 走的是什么 非常清晰嘛 它是一个 急速跌破后 跌破后呢 走的是一个高点逐步降低过程 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弱势调整 就这边它走的是一个弱势调整 弱势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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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可能价格会直接下破 去试探下方的一个支撑区 那 通常啊 比较好的一个 做空价格 或什么 反弹回撤 回撤后呢 找机会 接下空 再下跌 但有时候啊 并不给它这样一个机会 当前排名位置啊 有可能给不到 所以如果说你要当前排名位置做空的话呢 你的止损 至少至少 比特币而言啊 你的止损也是要带在 我看一下 止损的话 至少也是带在我们这个高点 至少也是要在这个20,176 大概20,300左右 这个位置 至少至少 止损放在这边 你放太近的话 比如说你止损啊 放很近 放在通道上 上缘 很可能 大止损 然后直接跌 所以你要放在这个结构的一个上方 这边的话 结构上方在这个 大概也就是这个20,200上方的位置 那止盈的话呢 不远啊 最远 我目前短暂只能看这个18,900左右 因为前方这里啊 日线级别上 日线来看呢 前方是有相当多的一个支撑验证的 在这边 大级别 低一点抬高 这边出现一个阳柱后 拉伸 回踩 不过前低 拉伸 破前高 破前后呢 破前高后 下跌 下跌低点 不破前低 做个低点 抬高过程 所以这个抬高过程啊 非常关键 这个18973这个位置啊 非常重要 很可能短暂会跌不破 所以目前 做空我的指引位啊 暂时不会看太远 看到19,000左右 差不多了 你要看更远的一个指引 目前讲的话 你要看在19,000的位置 反弹效果 他如果说价格下跌到这个位置 反弹很弱很弱很弱 那跌破嘛 对不对 那你说他怎样 他下跌到这个位置 你说跌到这个位置 跌到这个位置 直接爆拉上来 拉上来 代表说 多短是很强的 还是满盘在的嘛 对不对 所以就要关注啊 在19,000的附近这个位置 它的反弹效果 会决定我们后续 操作一个情况 那当前价格的 大概率还是会去下跌的 下跌来到这个19,000的位置 大概有着这个 800刀的距离 如果说价格 回到这个位置 有反弹迹象 可以考虑做短多 那你的目标会拿到 拿到啊 目标拿到回测到 20,700左右 这个位置 所以短起来说 这个地方 在下方支撑区 19,000附近 还是不能过路看空的 因为目前没跌破嘛 没跌破钱呢 都是不能去直接做空的 这是比特币 呃 你说不能去直接过路看空啊 支撑没跌破钱 都是支撑 好 懂我意思 所以目前当前为止啊 如果你要追空的话呢 随密不是太好 你只损这两个 追空 只损在这个高点附近 高点上方 或是你带在 上方这个20,700上方 前方这个突破点 以上的位置 那这样 直损啊 就太远了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做短空 直损通常会带在 呃 二万零 我们看一下大概 二万零 二百上方 那通常这个位置 像上一个空单啊 较容易被打损 所以 自己平估 目前我是有在 高位空单 目前没有去加仓的 因为当前的位置啊 我认为 空间 可能下里空间 可能已经不大 至少短期 离支撑位不远 如果说他跌到这个位置 再讲一次啊 跌到这个位置之后 反而很弱 弱反弹 然后这样子 那再下跌跌破嘛 对不对 真的后续的事情 目前没出现 不知道 无法去了解 也无法评估 等价格走到该位置 反弹效果 会决定我们的一个超过情况 好 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一台房 以太房的话呢 一样 比特币啊 支撑位看一万九吗 对不对 支撑位看一万九 一万九的位置 一万九的位置 好 那以太房呢 以太房的一个 一个买盘区 我们可以看到哪个位置 大致上会看到 两个绿色区 前方这里拉伸的拐点 是有一段拉伸的拐点吗 这里 大概是1356到1420 那如果你是看四小时的一个 一个拐点的话 你大概可以抓到 大概是 看一下 大概1350到1400 这样位置 所以目前当前位置啊 当前位置 呃 绿色区 可能反弹 就像有可能这边反弹 反弹后 拉伸 再下跌 那目前来说的话 这边短下讲 有人说 目前有底背离 以太房底背离 有没有可能 反转 有可能 我跟你讲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里 也不是不可能的 概率啊 相当低 为什么 你看 因为这边 下跌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下跌的能量强 爆量下跌 暴跌下来 那这里他出现一个底背离 没错 有个底背离 底背离出现 你看 动能衰竭 价格 创新低 有一个反弹需求 所以反弹的话呢 只要高点不破这里 都是延续的 所以再强啊 他也是走这样一个震荡下跌 走下去 所以当前位置的话呢 有反弹 一样是好作空机会 如果说你太放了 作空相对好的位置 我会等待 大概1523以上的位置 会比较好 那不确定价格 能不能给到这样的机会 有可能给不到 好 等待 所以当前位置的话 大概率 根据这样一个成交量 价格会去顶着 这样的一个底背离 做趋下跌动作 所以当前位置的话呢 你要做多啊 风险非常大 你要做空的话呢 当前位置 随意不好吧 但离下方的一个支撑区 很近了 随意 随意比不好 盈亏比不好 OK 盈亏比 所以这里的话呢 反弹回侧 再做空 会是相对好的一个考量 那下方的支撑区的话 是要是看到这个 1350到1400 还有更下方 在这个1280和1200左右 下方这样的一个筹码区 筹码区的一个上边沿 供参考 好 讲到一番详细 那如果说 希望能交易分享的话 希望能一个分析 那帮我留言点个赞 就是 对我最大支持了 好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